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要先带你来看 爱与摇滚音乐季 周末在国门广场和海洋广场 轮番登场 吸引了爆满的人潮 感受海洋热情 嗨番基隆 现场的粉丝 跟着音乐节奏尽情跳动 这场爱与摇滚音乐季 邀请到金曲乐团迷先生 跟实力派音乐唱作人高尔轩 等超过20组的 顶尖音乐阵容登场 连续两天 在基隆国门广场 和海洋广场双舞台 轮番现唱 成功引爆上万人潮 吸引许多基隆在地 和双北的年轻朋友 一起来听谈 嗨番基隆 我觉得还不错 就是听音乐之外 就是还可以 就是享受这边的美食 然后一些风景什么的 您是基隆还是外地的 我是 目前就是 也是住在北部这样子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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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地跑过来听 这个特别来的 我搭火车 就后面 对 就我在下车 然后就过来 对对对 然后觉得我们基隆港 这边办这个摇滚的 这个演唱会 这种感觉啊 气氛是不是可以形容一下 呃 气氛很好 而且感觉基隆变很多 因为之前火车 这火车站是新的 所以感觉很漂亮 交通很方便 然后这个场地还不错 很棒啊 在基隆港旁边 就蛮不错的 对啊 然后吃东西很方便 对 那你刚刚去哪边吃 我去 我去仁爱市场 来基隆 觉得蛮方便的 就在火车站旁边 然后这个活动不错 接连两天的音乐季 大批的人潮来到基隆 也带动了商圈消费 和旅速商机 在文化局长江婷梅的陪同下 市长谢果良 特别来到活动现场 感受音乐季的热情 同时也慰问辛苦的工作人员 包括维持交通和环境的 警察与环保局人员 今天来到我们爱雨摇滚的第二天 那下午下了一场雨 我本来还在担心 下雨会不会影响到大家的性质 不过下完雨以后 反而天气比较凉爽 晚上大家又更热情 这已经进入第二天了 所以我们觉得非常棒 昨天真的是创纪录的 这个有史以来好几万人 同时来基隆观看 有来基隆旅游观光 我们觉得非常的开心 基隆是未来会成为一个 大家都来欢乐 大家都来开心的城市 那我们要继续努力 把这类的活动办得更好 也给予我们的文官局肯定 现在真的除了我们基隆 在地的小朋友都出来之外 双北的年纪人也都来 而且他们都在说 这是距离最近 距离最近的一个走出火车站 就可以看到的一月季 而这两天呢 这么多人潮 我们预估如果今天 活动结束可能希望能够突破 六万多人的人次以上 那也看得出来这两天带动了周边 非常非常多的机器效益 甚至呢 订房都是满的 也是无法订到 那我也很希望未来 在这块的部分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然后希望在明年 我们可以做好更整体的整个规划 能够带动基隆更多的商机 以及旅树 以及观光 基隆市文化局说 感谢大家热情参与 市府团队将持续深耕 爱雨摇滚音乐剂这个品牌 打造成另一个代表基隆的节庆活动 也和所有的年轻朋友相约明年见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暖暖区八中里长林浩荣 同时也是八中里广新堂公庙的负责人 年轻时带过八家匠的镇头 期待在创新中 传承八家匠的画脸记忆 副市长邱佩玲参加八中里画八家匠脸谱的活动 希望结合地方文化发展观光 每张色彩显明又独特的脸谱图案都是八家匠 有别于传统八家匠将军的脸谱图案画法 更多的是创新艺术融入在里面 这些都是暖暖区八中里长林浩荣的创作 不仅是八中里广新堂公庙的负责人 年轻时就带过八家匠镇头的他 生安八家匠画脸记忆 更是跳脱传统家匠画脸方式 创新画出八家匠脸谱新生命 神运节律不能改 但让他图层 我们都是用吉祥物 吉祥物来给他画上去 比例来讲说 这个吉祥物 来 人家添个福气 还是必杀 来讲说会招财 人家说阿山 他就画了屏服 就服气 两只福气也是服 林浩荣里长凭借着 对八家匠以及台湾公庙文化的理解和喜爱 更因此制作出许多附加的八家匠艺术品和实用品 例如脸谱百事钥匙圈等等 对外结缘贩卖 作为社区发展和做公益的经费 更希望在创新中传承这项记忆 就是怕后续无人要学 因为现在年轻人 不可能做了五六个小时 画一个年朴就要 差不多要快两个小时 画好了就要两个小时 你要画三个的话就六个小时 这时候时间蛮久 在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陪同下 机动市副市长邱佩玲 除了代表市长谢国良 亲自参加八中礼画八家匠脸谱的活动 本身画画造诣就非常高的邱佩玲 也现场学习画八家匠脸谱 却发现真的很不简单 所以其实压力会很大 因为你就我要很庄严 我在画一个八家匠 那她的精神我要画出来 而且很怕会画不好她会生气 所以第一个会紧张 这不一样的 第二个是她的用笔其实要很小心 她跟写书法又不太下 跟我以前在画的这个油画 油画是可以不但地改 就是不能改的 一笔要下去 那我觉得能够把这个传统的艺术 宗教文化用新的方式来表现 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觉得很好 副市长邱佩玲更强调 市长谢国良非常重视传统的宫庙文化 市政府不但会支持 也希望结合文化和观光一起发展 文化 艺术 观光 宗教怎么样结合 基隆最棒的是基隆有很多的庙宇 基隆有很多的历史文化 那怎么结合观光 还有怎么把它的传承 可以努力保存下去 也是谢国良市长现在在努力思考的 我们会在民政处的帮忙之下 努力协助去做 林浩龙表示 他都在深夜创新绘画八家酱莲谱 因为深夜气磁场相通 让他更有灵感 心静的话 平常我都是凌晨 差不多十一点多才画这个莲谱 磁场会比较好 会直接画下去 如果说像早上来画的话 就没有办法心静下来画 这个土腾是我们自己想的 没有老师教我说 这个土腾是要用什么土腾 其实大家看我们知道说 这神音他不能改 八家酱里面有甘柳蟹饭 每一位将军 以及春夏秋冬四位神军等 都有自己独特的长相和特征 代表不同的神威和庄严 民间习俗可以解孕齐安 安宅桌上 对他个人来说 创新绘画的八家酱脸谱艺术品 可以当作摆饰或挂饰 信的人保平安 不信的人也可以作为 台湾宫庙文化艺术品的装饰或摆饰 虽然林浩龙的创新画法 赋予八家酱脸谱新生命 不过林浩龙强调 创作绘画时 不会去改变每一位将军和神军的特征 以及神韵 因为八家酱就是八家酱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民进党各县市党部 周日进行党部主委改选 基隆的部分最后是由立委 王振旭基隆服务处主任林明志 以六成的得票率 击败前基隆市政府民政处处长 王于森顺利当选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热闹滚滚 民进党基隆市党部热闹滚滚 党员排队等着领取选票 这也是包括市党部主委 全国党代表及市党代表进行改选 党员投票涌跃 基隆市议会议长佟 中之委与前内政部长 即将接任民进党秘书长的林又昌 都出席投票 希望选出新的基隆队 深化民进党在基隆的发展 今天我就身为一个继承的党员 来完成我的一个责任 还有这个身为党员的一个权利 我想这个民主政治 党内民主 我想顺利的把它完成选举的工作 其实就是成功 今天有非常多 这个金融市的党员同志 大家非常勇用的一个投票 我想这个也是表示大家 这个热情的一个参与 这个都是一个好事 这是一个团结的选举 不管未来产生的主委 还是我们市代表 全国党代表的人选为何 我想都代表我们 成立即将成立一个新的一支基隆队 那希望在基隆队的 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 让我们在 不管是在地方的事务 还是向下扎根 基层的参与 还有让民众彻底的了解 民进党在基隆 会问大家 给大家什么愿景 让我们来实现 我们民主和平繁荣的价值 经过一天的投票 民进党在基隆市 1739位合格党员中 有1112位完成投票 投票率达63.9% 比上一季还高 市党部方面分析 可能跟前几天 国会扩权争议 与中共军演有关 事实上我们预期是说 可能投票率会跟去年一样 很多是这样 但是今年投票率比较高 那高的原因我想对于这两天 尤其在立马院的乱象 那么激发了一些党员 那么出来投票的原因 我想这也有一些原因 那这样我们非常的热见 最后开票结果 林明志以670票超过6成的得票率 击败对手王于生当选 下一届民进党基隆市党部主委 林明志除了感谢党员支持 也向对手王于生致意 强调这次选举是君子之争 也证明民进党在基隆市 没有派系之分 大家都是基隆队 林明志强调选举过后就是责任的开始 目标是团结基隆 为2026慎选做好准备 让未来党的组织发展 跟未来畅通媒体管道的沟通 是未来党部要做的重点 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所有人力量 一起来努力 那称如我们党主席赖总统所讲的 他上次过来这边提示的部分 事实上地方没有什么派系的问题 整合成一个所谓的基隆队 为基隆发展做努力 我想是未来党部非常重要的政治人物 另外全国党代表基隆市部分 则由议长秘书江志强 与市议员张浩瀚拿下 接下来的执行委员与评议委员 则将在6月23号进行投票 记者张启腾 接下来的报道 大家早安 启腾 5月梅雨季到来 大家出门要记得带雨伞 另外113年房屋税开征啦 缴纳期间为5月1日到5月31日 主力要来告诉您缴纳房屋税小撇步 现在缴纳房屋税非常方便 只要扫描脚款书上的QR靠就能完成 还有多元缴纳管道可以自由选择 就算梅雨季不用出门 在家也可以轻松缴 113年房屋税开征 一化缴纳超给力 你的睡觉起乘通知书 这是要怎么处理呢 收到睡觉起乘通知书 那是同意起乘的来源 就能利用这么多导演的管道来输税 完全有新补 那是没同意 那是没收到 还能利用手机啊 不用搬电脑 那是电脑的帮助补税哦 这么简单哦 可是收到的睡觉起乘通知书 是退税 那是缴纳缴纳 要记得会团更冷 这样才算是完全新补哦 睡觉起乘很简单 导演观众品三抜 年轻飞加了 那我去国际的保障啊 两下用数据的资助的保障来啊 是大概保障名额定义 严谨证成分 查看查条资料 税纳股酸表较便秀资料 行 公英税纳 行 选着救水防水 转送救水 点呼救水都OK 先保免食 好 你查夫妻做的协商出家送船 不是在做过水球哦 一宿靠天照片里 数据保障水盆里 你的税额试算通知书 这个怎么处理啊 收到税额试算通知书 如果同意试算内容 可以利用这些多元管道来缴税 完成申报 如果不同意或没收到 还可以利用手机平板 或电脑网路报税哦 这么简单哦 如果收到的税额试算通知书 是退税或不缴不退 要记得回复确认 才算完成申报哦 税额试算好简单 多元管道轻松脚 哇 对面那座山也太有形了吧 真的耶 闪电通法行耶 他们如果没有先向政府申请就开挖 被天眼照到就惨了 天眼 就是天上的卫星 卫星可以拍到的范围 可是又大又清楚 而且一个月还回传好几次照片呢 任何人看到山坡第一次违规 都可以主动通报 基隆市山坡地一次开挖整地 请通报 02-2422-3339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113年全国剑道锦标赛在基隆市体育馆盛大登场 来自全台各地共110支队伍齐聚一堂 在剑道赛上一较高下 来自全国各地的剑道好手齐聚基隆市立体育馆 参加全国剑道锦标赛 我是从台北来的 我六岁 我是从板桥来的 我今年十二岁 我也是从板桥来的 我今年十三 全国剑道锦标赛 前手总共有114队 最小的年龄有四岁 修炼剑道 以心气力一致为目标 手中的竹剑 不仅要朝向对手 也要朝着自己 代表基隆出赛 同时也是国手的俞云浩 分享剑道可以提升自我的优势 我学剑道20年 然后学剑道最大的收获就是 因为剑道它是一个 除了跟人家较劲的一个武术之外 它也是同时是一个 非常需要修心的一个运动 所以在这20年 包括在学业上 包括在工作上 剑道都可以让我的心态更强大 可以面对各种困难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会场 欢迎也鼓励所有的参赛选手 同时也指出 市府协助剑道发展的努力 全国剑道锦标赛 那有100多队的队伍参加 我们感到非常开心 很多朋友跑到基隆来 大家一起用剑道武艺来切磋 那另外我们在渔中人会长 正经州理事长长期推动之下 我们也在西定国小打造一个 专门给剑道用的一个比赛场馆 那这个可以让基隆的剑道的训练 跟彼此的选手之间的提升 我想会有很直接的帮助 所以也跟市民朋友来做一个报告 而这项赛事不只推广运动与健康 台湾体育总会监视主席 同时也是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 郑锦舟分享赛事 为基隆带来许多商机 我们今天是113年 全国剑道锦标赛在基隆 我们首先非常谢谢我们小爱爸爸 来办这个活动 而且我们这两天 被人家追 换店追的 所有的基隆换店 这几个客盘 餐厅也客盘 这个市长办这个活动 对基隆带来一笔不小的商机 建道是一个修身养性的运动 可以培养冷静思考 然后提出他的战略跟他的战术 是一个非常好的运动 那也很开心 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手 都在基隆 国愿遵守大会所有的规判 感谢市府 益住330万元 在西定国小的闲置空间 设置建道场地 让更多的选手 有安全良好的训练空间 进而培育更多优秀的选手 为基隆争光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另外在基隆达以保龄球馆 热闹登场的113年 全国保龄球锦标赛 共吸引了来自11个县市的好手参与 保龄球运动益处多多 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鼓励大家多运动强身健体 全国保龄球锦标赛 走 训练专注力 手眼协调 及锻炼肌耐力的保龄球运动 不仅能强身健体 还能陶冶性情 来自11县市 60多位选手 参加全国保龄球锦标赛 在基隆达以保龄球馆登场 参赛全部应该有64 64位选手 从全国各地 大概有11个县市 来我们基隆参与 因为保龄球在我们全国 还是一个算蛮热络的运动 所以我们这是邀请 大家也蛮热情的 台湾体育总会兼市会主席 同时也是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 郑锦舟分享赛事 也热烈欢迎大家来到基隆 参赛选手们很开心 也很感谢 今天很高兴能来参加 很高兴可以参加 今年113年全国保龄球锦标赛 也很谢谢省协会 还可以举办这场比赛 让选手有一个舞台 也谢谢基隆市政务的 鼎力支持 市长谢国良亲自到会场 欢迎及鼓励所有的选手 同时也邀请大家赛后到基隆逛逛 感受基隆的魅力 我们基隆也有很多外县市的人口 会到基隆来打保龄球 鼓励他们一到周末过来 可以逛逛走走 现在周末非常多的旅客 好吃好玩 欢迎大家多来走走 从保龄球赛事中 选手们相互切磋球技 互相观摩 力球自我精进 也结交了许多好朋友 一起运动强生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在大云来看113年 全国锤球锦标赛 在基隆八斗子锤球场热闹开打 来自全台各地20支队伍 上百位的选手参与竞技 使用球杆 击打自己的球 依序通过球门 最后撞住得分的锤球运动 受到不少民众的喜爱 113年 全国锤球锦标赛 在八斗子锤球场举行 一共有20队 除了我们基隆四队以外 还有宜兰台北 新北 等一些外限制的球队来参与 我想这就是一个 捶球爱好的朋友 大家互相联谊的一个机会 那在联谊中 大家彼此却出球技 喜欢跟我们捶球的运动的 一个各项的一个发展 增加大家的一个兴趣 我想这是我们大家 捶球运动朋友的 唯一的一个心愿 参赛民众以球会友都很开心 打球打得好不好 另外一回事 出来晒晒太阳 交交朋友 健健康康就很好 台湾体育总会监事会主席 同时也是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的 郑锦舟 欢迎各县市选手 也谢谢市府的协助 这个场地让我们捶球每次 包括全国新活动这一半 可是这里也拜托市长帮我忙 因为说实在 可以做一个检疫厕所 因为毕竟说 整天比赛起来 要有个厕所比较方便 也谢谢小二市长 对体力大力之 这一点呼吁说 请市长看相关单位 可以帮我 因为毕竟选手打了一天 要方便的话 有个检疫厕所比较好 而八斗子锤球场 现今是委托社导岛生活协会 来协助管理 民国九十年就有举办过这个比赛 当时成立的时候还武松 武苏呢 有师子来庆祝 那经过十几年以后 现在由 侯兵岛生活协会来 负责保养这个场地 现在在基隆寺这个场地 是属于数一数二的场地 有六个场地 你看我现在八十几岁了 我还是这么健康这么活动 就是多运动充满活力 像这位八十多岁的爷爷一样 来自各地的球友们 相互切磋球迹 互相观摩 同时结交许多好友 一起运动强身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另外一年一度的 全国慢速累球锦标赛 在基隆暖暖运动公园 热闹开打 来自各地十支队伍 上百位选手参与竞赛 慢速累球是一项 适合不同年龄层的休闲运动 不仅能强健体魄 更能借由切磋球技 增进友谊 全国慢速累球锦标赛 在暖暖运动公园登场 八支来自各地的选手 在球场角足 更要以球会友 让身体更健康 那我们这一次总共来了 这个八个队伍 那本地有两个队伍 那由高雄 嘉义 苗栗 新竹 桃园 新北 台北 还有櫻花 55岁以上的这个爱好累球所组成的 现在在比赛的队伍是由苗栗 对桃园 这场地很高兴 我们把它整理得很OK 各队来到这边都觉得很高兴 有这样很好的场地 而且风光明媚 慢速累球对球速有严格的规范 将棒球的威力降低 让年长者也能安全参与 试一下高度可及性 且具挑战性的运动 为期两天的赛事 选手们都很期待 我们是从桃园 杨梅 过来球队 我们都很喜欢打球 交朋友 所以我们今天特地从杨梅 来了13位球员 希望这两天比赛 大家都会带快乐心情 愉快心情 回到家 我们谢谢主办单位 谢谢主委 台湾体育总会 监视会主席 同时也是基隆市体育会理事长的 郑锦舟 到场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他提到基隆举办这类赛事 不仅推广运动风气 更为地方带来观光商机 对基隆的发展有极大的助益 是143年全国曼苏蕾球锦标赛 我们非常谢谢市政府 来支持办理这个活动 晚上我们还有45桌 在北都一个前走之夜 我们办这个活动 大部分的外省市来 也收费有 而且也对基隆 带了一笔不小小的经济效应 包括北都饭店都满 餐厅也满 而且包括柯达长龙 附近的饭店全部都满 所以说我希望市政府 多多来办理这种体育活动 增进我们的所谓市民健康 也给基隆的商业会 我本身商业总会理事长 我最知道办这种活动 不只说带动我们基隆经济效应 包括旅馆业 餐饮业 卖纪念品的 所以说希望办理这个活动 我们可以多多 和外省市的前走联谊 也对本市的经济 创造一些经济的效应 市议员郑文庭也到球场 为选手们加油 同时也将基隆之美推证出去 希望透过体育的 运动赛事的举办 让更多外地的观光客也好 或者运动选手也好 都能够来到基隆 看到基隆的美好 看见基隆的魅力 更能感受基隆人的热情 全国慢速累球锦标赛 围棋两天 欢迎合家大小们 前来一同体验运动的乐趣 也为选手们加油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小军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迈动 欢迎锁地美洲山晚上九点 基隆第四频道 欢迎新市政 坐回来 好 都紧满了 那就随便紧好了 先生你这样停车违规哦 新车停泛合法骑柔停车空间只能有一列 并且停车方向必须垂直道路 另外必须保持1.3公尺的行人空间 这样才可以兼顾到机车族停车 以及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人通行的权益 行人通行 另外地上贴有脚丫子的绿色地贴禁止停车 几方会严格取缔 绿脚丫主要就是要提醒 不可以将店面杂物 层栽机车放在绿脚丫上面 让行人甚至行动不便的朋友们 能够方便同行